特斯拉VS比亚迪最新情资 2023年4月4日星期二 一里价继续大幅下跌 里电池产大于求 沃尔沃CEO预言两年内实现电动车和燃油车评价 曾经 沃尔沃CEO洛文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电动汽车最快将在2025年达到与同级燃油车持平的定价 不过他并没有谈到电池价格的普遍下降 而是通过技术的进步让电动车只需要更小的电池 就能获得充足的续航里程 他还表示 车企不应该依赖政府的补贴来取得成功 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生产人们能够负担得起的电动汽车 此外 沃尔沃未来还有望推出一款更小的电动SUV 降低价格的同时 能够进一步提升销量 现在 随着电动车的核心材料里电池原材料的价格一降再降 电动车和燃油车同价的时间可能要提前实现 其实 在中国市场 电动车的行业龙头比亚迪早就实现了这个目标 最畅销的车型比亚迪勤早前价格下行到10万人民币以下 可能比很多同级别燃油车都要便宜 但是要实现全行业大范围的电动车燃油车同价 还有赖原材料价格下跌和相关技术的提升 这两年 在疯狂的扩张潮下 动力电池江湖的产能过剩危机 间接带来油电车同价的机遇 根据中国星业证券分析 预计2023年全球动力电池需求为765.4GWH 到2025年动力电池需求将超1200GWH 高工产业研究院GGR预测 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将达到25%以上 将带动全球动力电池出货量超过1550GWH 另外一方面 综合各券商及企业公告等数据发现 全球17家动力电池企业 预计到2022年底 产能合计将近1600GWH 仅这17家动力电池企业 到2025年产能规划 高达5868GWH 这近乎是2022年全球动力电池总需求量的11.33倍 且远高于上述需求预测 而全球动力电池产业玩家远远不止于上述17家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 2022年至3月末 中国50多家企业对外公布了120多个亿元以上的动力电池重大投资项目 其中63个项目投资预算在100亿元以上 这125个项目总投资预算超1.4万亿元 产能规划超2500GWH 若考虑全球范围内其他产业巨头发展规划 2025年全球动力电池企业产能规划 很可能将超8000GWH 而这是上述新页证券预测2025年总需求 1226.1GWH的6.52倍 是 GGR预测值的5.16倍 国金证券分析认为 未来两年过剩会加剧 2023年 2024年过剩幅度分别为25% 42% 未来几年将深度洗牌 综上所述 未来动力电池领域出现严重产能过剩 几乎已成定局 而产能过剩的时点与竞争惨烈程度 可能将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今年以来 头部动力电池企业已率先发动力价格战 其中宁德时代发布了铃矿反例计划 风潮能源此后也推出了10%降价计划 部分供应商已收到风潮能源要求配合降价的邮件 中国当地时间4月4日 最新锂电信息 电池及碳酸锂 每吨23万2500元 工业及碳酸锂 每吨19万5000元 正式跌破20万元大关 距离去年最高价下跌超过65% 可以想象 随着锂价继续下跌和电动车的规模效应 以及技术的进步 带来的电池能量密度的提升 电动车价格低于燃油车的时间 很有可能会比预想的时间提前实现 二 根据比亚迪公布的产销数据 2023年第一季度 比亚迪已实现动力电池 即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26.99GWH 对比2022年一季度 同比增长83.14% 随着新能源渗透率不断提升 储能市场需求持续扩张 比亚迪也在加紧布局 今年以来有参与多个储能项目投标 3月23日 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已报价49816万元 预中标预能控股集中市 电话学储能系统一标段 3 最近 一向说话谨慎的比亚迪总裁王传福 开始频频批评同行了 他表示 豪华品牌纷纷推出电动车 但销量惨淡 很丢人 并称 如果是自己的话 不会去做 卖几百台打七折 这个品牌怎么做呀 此前王传福还表示 在10万至20万元的产品价格 带比亚迪有定价权 但公司也希望平稳一点 不要搞得大家很难受 别人都没活路 很多行业观察人士 感觉王传福貌似有点飘了 4 今日 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上 地平线公司创始人间CEO于凯表示 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与当前火热的CHAT GPT不同 前者完全没有容错率 国内很可能十年后都无法真正实现L3 更不用说L4了 作为一个研发自动驾驶芯片与技术研发公司的CEO 于凯却坦言 不看好接下来十年自动驾驶的发展 似乎有点令人难以理解 5 美国当地时间4月3日周一 特斯拉股价大跌 盘中一度跌超7% 收跌6.12% 报194.77美元 市场担忧的是 尽管一季度特斯拉产销双双创纪录 但点燃价格战的战火 最终会侵蚀特斯拉的利润率 此外 美国的电动车退税政策将再度升变 市场担忧这一政策对特斯拉将有不利影响 上周末 特斯拉公布第一季度电动汽车交负量为42万2875辆 略高于市场预期 同比增加36% 不及特斯拉管理曾自己设定的50%的目标 环比增速为4% 产量为440808辆 但是 创纪录的产销量的代价是 特斯拉在美国 中国和欧洲多次降价 不少投资者担心的是 特斯拉未来需要更多降价才能推动销售 而这样一来 公司的利润率将会继续受到侵蚀 更令市场更担忧的是 美国的退税政策可能会生变 上周五 美国财政部和国税局公布了新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细则 到了4月18日 随着更多附加条件出台 一切都将再次改变 从那天起 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额中有一半将取决于电池组件是否主要由北美制造 另一半取决于电池矿物是否主要来源于美国的自自由贸易伙伴 未来五年 想要符合税收抵免资格 汽车电池中上述组件及矿物占比将分别从50%和40%进一步提高 分析师本认为特斯拉目前正在建设其国内电池制造能力 正在为在美国当地生产电池寻找另一个合作伙伴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再见